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这个也可以叫做一个紧线 因为第一只脚就是 台股dapro第一只脚就在 7663 第二只脚在 7737这边的紧线 就在8250点上下附近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上礼拜跟投č mane讲的 对 就算这礼拜短线还有高点 你也就指数也不必过度追降 因为来到紧线一定会做震荡整理 而且其实除了国内的整个政治的一个因素之外 其實我要跟投資人講的 我相信跟投資人很清楚 未來這一個多禮拜 整個國際的一個什麼 消息裡面的因素也是滿多的 包含在今天可能在整個美國國會 這邊會出來表決是說 是否對整個蓄利亞會這邊 會正式做個什麼空襲開戰的動作 那當然這個也會影響到整個 短期國際股市跟台股的一個走勢 還有在整個下禮拜的時候 9月中旬美國FED利率決策會議 整個QE會做怎麼樣的退場的動作 那我相信在整個上禮拜五 因為美國公佈整個8月份的就業數據 比較不盡理想情況下 所以現在市場是預期美國可能會怎麼樣 QE會退但是會屬於比較緩退 或者什麼退場的一個規模稍微小一點 以及在整個9月22號左右 德國總理的大選 我相信這個都會短期間會衝擊 整個影響到國外的一個消息裡面 一個不確定因素 以及加上我們國內近這幾天 可能會有個什麼 整個立院的一個王金平 以及我們的馬總統的所謂的 馬王的政治之間的鬥爭角力傾向 我相信短期間台股 我的看法仍然沒有改變 就是一個區間震盪整理盤 而今天為什麼碰到五日線可以拉上來 其實就是因為國際股市 尤其亞洲股市 今天漲幅都非常大 漲半天 對 半天在整個日股 為什麼會大漲的原因就在哪邊 其實第一個原因 就是在整個奧運這邊 那我相信其實就一個歷史的經驗 只要未來有機會取得奧運主辦權的一個國家 他的過去在整個主辦權 在整個正式奧運開辦之前 其實那一個國家的股市 都是走一個多頭的 包括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一樣 你會發覺中國股市的高點 就是在2008年前後見到歷史的高點 6000多點的到底是一樣 整個因為整個中東的一個因素 所以你會發覺現在的熱錢的資金 有一點往亞洲地區 來做靠能動作 包含在整個南韓的股市 不然整個中國的股市 今天都是持續大漲的 那我相信因為這樣 也是激勵今天台股怎麼樣 在早盤開低回測五日均線之後 今天最主要就在整個中概 中國收成股這邊 以及電子全職股 鴻海的除權完之後的一個什麼 強力拉抬的動作之下 做個一個撐盤的作用 我覺得是政府這邊盡量怎麼樣 讓指數這邊盡量避免整個 馬王之間的一個什麼 一個政治鬥爭衝擊到台股 台股一個短線一個指數的走勢 好來關心到台北股市 就在剛剛已經收盤了 最後是收在了一整天的最高點 收在了8192點 上漲了27點 而在成交量能的部分 則是來到了844億元 好在尾盤的時候 有一些電子全職股往上動起來 包含了2330的台積電 2317的鴻海 甚至還包含了2324的人寶 都是紛紛收在一整天的一個最高點 似乎在尾盤的一個關鍵時刻 電子全職股也是發揮了一個 穩盤的功效 只不過發現電子全職股 今天在整個盤面上顯得相對比較強勁 那怎麼搞得金融類股 則顯得相對比較弱勢了 因為整體金融族群來說 這調節壓力也蠻重的 最後的跌幅還是接近了0.6個百分點 怎麼會如此呢 我想為什麼這邊的金融股 其實今天還不是一個跌幅比較重的 一個調節壓力比較重 應該是今天你會發覺 只要跟整個立法院的本會局 有關的一些法案的相關概念股 其實今天跌幅都是相對比較重 包含在整個生計股這邊 其實多檔的生計股 甚至都是打到跌停板這邊 針對整個生計股 我想我們待會在下半場節目 會跟投資人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先來談影響大盤的金融 對 金融股這邊我們再先做一個談的動作 我想金融股這邊為什麼今天會比較 調節壓力比較重 也是因為受到怎麼樣 整個兩岸的福茂協議這邊 能不能未來如期在本會局做過關的一個影響 我想整個金融股這邊我對他一個中長期的看法 還是沒有改變 短期間因為整個大盤指數 我們在上禮拜也講過 大盤指數這邊隨時要進入一個震盪整理 所以來到前波高鐵金融股指數 短線也要稍作整理 但是我對他看法沒有改變 震盪峰回過程當中 針對好的金融股應該是怎麼樣 仍然是拉回找買點 所以你會發覺這件事情 包含在整個2887的台新金控這檔股票 在整個上禮拜公布整個前八月營收 獲利高達1.35元的情況下 股價在除還權之後是緩步的盤間 一直在震盪走高 如果把台新金還原權值 其實股價也是怎麼樣 既整個三商銀 既整個中信金之後 也已經持續的寫下 有沒有 很清楚看出來 它是在走長多的 股票持續的寫下 今年的波段新高 所以針對整個如果未來的獲利 或者籌碼面比較漂亮 技術線型比較漂亮的金融股 包含在三商銀 包含在我們過去這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一直跟投資保持續追蹤推薦的 2891的中信金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拉回仍然應該是找買點 而不是找賣點 直到了尾盤的時候 金融類股也有一些跌幅 慢慢的熟練 只不過金融類股 今天就是受到立法院 很有可能一些法案 會停滯的影響之下 所以今天調節壓力比較重一些 但是如果說在未來 依舊有前期的話 所以短線上雖然碰到一些 修正的壓力 但長線依舊是相當的看好了 只不過談完了整個金融族群 廣告之後繼續再引來討論 在生技族群要怎麼來進行操作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邱鼎泰老師旗艦版 金旺操盤多空決策系統 憲政熱賣中 盤中轉牆即時通知 直立明確價位清楚 不要花大錢買經驗 操盤軟體贏家選擇 免付費咨詢專線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維大利 意大利 維大利 維大利 漂亮啦 喝得很好嗎 你喝看看吧 好 維大利的金黃色不是色素 是維他命B2的原色喔 88路線競爭 本車開往海鋪大道 第二杯半價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勵 家庭指數開盤上漲88點 所有的消息便說得很容易 三立財經台在88頻道 范玉華 蔡瑋婷 李星雲 楊一梅 陳舒賢 王志玉 財富的起點就在三立財經台 索丁巴巴每天發發 我就是要你愛上我 三立電視打造滑具 你和我每一秒都是幸福的開始 這才叫做做一票大利 維比賽 三立電視啓動華語 維大熱門 啓動 全新超級偶像震撼正常 超級艱難人 你準備好了嗎 創造滑流 平理言求 三立電視 阿翔 這台去騎 阿爸常說 事業經營 一定要有好朋友 好信用 幸好有陽性銀行 家業才能世代傳承 財富才能逐步累積 Sunny Bank 陽性銀行 台航安心屯 選的 慢的 健康安心的 耶 第一家建制豬肉生產履歷喔 對嘛 優選屯 安心腸 台糖肉品 台糖肉品安心屯 自己養豬最安心 保證無瘦肉精 保證無藥物殘留 請於各大量販 超市 及台糖健康易購網購買喔 物盡其用 购物消費刷有證Visa金融卡 才是真正物盡其用 账戶有錢 才能刷卡 讓您聰明控管消費 不透支 而且提款刷卡 全球通用 年滿18歲 快到郵集升級您的提款卡 聰明消費 就刷郵政Visa金融卡 歡迎回來 我們剛剛就已經特別觀察到 亞洲股市在今天 都有一個強勁的拉抬力道 尤其是什麼呢 就是上陣指數了 因為在經濟數據的部分 繳出了亮眼的成績單 因此大家都把這個重心 再次回到了上陣指數的部分 因為感覺起來中國真的已經是經濟狀況 慢慢的復甦了 好 如果說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 已經慢慢的復甦 那台灣的中概股呢 後續要怎麼來進行觀察 我想今天整個上陣指數到目前為止的話 已經寫下整個 過段新高才跟投資者說中概股可以買 我記得這個是我們在最近這一個多禮拜 一直持續在跟投資者分享的 中國收成股怎麼樣 銀商機 第一個 為什麼造成今天的入股的大早 原因在哪邊 入股的PMI指數 創下最近這16個月的一個什麼新高 代表著中國的景氣 真的有在股底做復甦 再加上整個入股的什麼 大陸的李克強的什麼 現在最新的政策之一 澎湖的改建都更 所以基礎建設是會收費 以及我們一直在強調 現在就是怎麼樣 金九銀十就是所謂的什麼 中國的一個民生消費的 怎麼樣傳統旺季之一 所以談到整個中國收成股這邊 我們也在之前 也把整個這些相關的一些指標股 也都幫投資了什麼 在節目當中事先都練出來 你會發覺甚至到今天為止 潤泰雙雄 也就是所謂怎麼樣 2915的潤泰權 導播會幫我帶一下 2915的潤泰權這檔股票 是不是今天持續的怎麼樣 再寫下整個波段新高 甚至已經怎麼樣 創了最近這幾年的一個 什麼樣 波段新高 今年的一個波段新高 甚至包含在9945的一個潤泰星 有沒有發覺這件事情 今天又是一根中長紅上來 股價也持續寫下波段新高 談到整個潤泰星這檔股票 我記得之前在整個低檔區 導播會過來 麻煩帶到我帶來的一個字卡這邊 我想這個除了潤泰權 已經寫下整個波段新高之後 回過來有沒有 我們當時在節目當中 也跟頭次分享過 潤泰星這檔股票 記得當時最便宜的時候 還在57塊多附近 第二次講的時候是在50.6 我們也講了 如果潤泰權股價可以怎麼樣 寫下整個波段新高 上去的過程當中 當然整個潤泰星 第一個這邊的62塊 一定有機會來上 補漲做個突破的動作 甚至強一點也可以怎麼樣 類似整個潤泰權股價 來挑戰整個波段新高 所以看到整個潤泰星 甚至包含在整個上禮拜的 一個潤泰星的大漲 到這禮拜的潤泰星有沒有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每天悄悄的震盪走高 到今天為止 其實收盤不只在62.7 其實剛剛導播也把整個 潤泰星的今天的整個收盤價 來到63.4元 一根中長紅 都幫投資者都掌握到 那我相信 如果你是我們整個 八八經位的一個中時觀眾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盤面上的多頭的 強勢的主流族群 我們不敢說百分之百 每一個族群都幫你怎麼樣 掌握到 但是至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 怎麼樣 多頭的強勢主流族群 而且不是等到大漲的 全市場焦點的目光 移過來 靠過來在注意的時候 我們才告訴你 我們都在低檔 就好像這一波的中國收成股 我們領先市場 在一個多禮拜前 就已經在節目當中 甚至在上禮拜的 演講會場裡面 都跟投資者講得非常清楚 好 那除了這些潤泰星 這些波段大漲之外 我們剛剛也講了 整個基礎建設這邊 你會發覺一些事情 現在目前為止 來 在整個中國大陸 澎湖改建的都更之下 目前鋼鐵的報價 已經都確定在止跌上揚 對不對 做個反彈 甚至在上禮拜所中鋼 我們的龍頭中鋼這邊 所開出來的 十月跟十一月的盤價 都確定止跌翻揚 所以已經都已經很明確告訴你 國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鋼鐵股 鋼鐵漲 第四季 也就是下個月開始的第四季的獲率 都第一個都將優於現在的第三季 甚至今年的第二季 就是整個國內鋼鐵股的怎麼樣 景氣的股底 那我們常在節目中跟投資者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股價是在反應未來 並不是在反應過去 所以如果未來第四季獲率一定優於第三季 一定優於上半年的鋼鐵類股 你會發覺這件事情 是不是投資者你去想 未來是在這陣盪的過程當中 未來在整個九月下旬 在整個第四季 是一個很有機會的族群 所以成到整個這些允牆現在大漲噴出之後 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可以特別入意 我想我們在上禮拜 禮拜五的投資講座裡面 甚至如果你今天也可以怎麼樣 進來跟我們保衛來操作的 如果在底部區 也是像所有均線都糾結在這邊 而且所有的均線 短中長期的均線都在這邊 正式走平翻牆的情況之下 我想在整個第四季 是今年高峰的允牆第二 我認為短線這幾天的震盪 應該是怎麼樣 積極的來找買點 未來股價如果今年第四季 今年的獲利確定比去年好 未來股價是不是有機會 上去挑戰去年底今年足夠高點呢 我想各位投資者應該很清楚 這個想法這個推理這個應該是符合邏輯 今年的獲利一定確定比去年好 今年的獲利一定確定比去年好 未來股價有沒有機會來挑戰 去年底今年足夠高點 我相信各位投資者應該是可以接受這個合理 如果未來這檔股票可以來挑戰這個高點 來投資者大家看這邊 能夠來挑戰這個高點 你現在是要在這邊逢低買 還是等到未來股價漲到這邊 漲到這邊創了整個破斷性高 你才要去做一個過度追價買進的動作 當然待會還有好的一個中國收成股 還在底部區的 我們待會再持續跟投資者 再做一個詳細的介紹動作 所以我們想因為現在期貨已經收盤了 我們把時間稍微怎麼樣 交給我們的主播幸運這邊 來跟投資者分享一下 期貨今天的收盤價 好 來看到這期貨市場就剛已經收盤了 這台指期最後的一個漲幅是來到了0.23% 上漲了19點 收在8159點 而在電子期的部分 這相對漲幅比較大一些 最後的漲幅擴大到了0.35% 上漲了一大點 最後的一個爆價是來到了297點 而在金融期的部分 今天調節壓力比較重一些 顯得相對比較弱勢 跌幅來到0.27% 下跌了兩大點 最後是收在了962點 這是期貨市場的收盤表現 先提供給大家一起來做個掌握 好 剛剛欣姐特別提到的 就是中國的一些修成股中概股 剛剛自己已經是提到了 其實一些多更概念的 那接下來其實投資也都很想要關心的 就是在9907統一時的部分 之前節目當中就一再的 為投資來進行追蹤 只不過其實大家有一個疑問 就是不是第二季才是飲料包財的旺季嗎 現在明明已經第三季了 現在還有這個題材 可以支撐它股價上漲嗎 我想如果談到現在在第三季這邊的 整個已經夏天一個高峰 已經即將接近一個尾聲的過程當中 我會跟投資講 不管最近這幾天 如果包含在飲料概念股 或者飲料包財股票 只要公佈營收貨利是好的 但是請你不要再做過度追價 可能你會買在整個波段相對高檔 就好像我們看到841的F幅正一樣 股價已經從百元左右 到今天盤中的跌點板 已經跌到70幾塊的到底是一樣 你會發覺股價都已經率先看到高點 開始做個拉回 所以回過來談到這個角度來講 我想來老婆麻煩回到我帶來的字卡 這張統一石這邊 我想也許投資朋友 你看到我在跟你講 今天看到這檔股票統一石 是不是代表說 老師你是不是要在節目中 幫我們推薦統一石 有些投資朋友怎麼樣 看節目都只看怎麼樣 看三分之一 只看到怎樣 統一石三個字怎麼樣 搞不好明天就自己下去買統一石 就說老師我在節目中 好像有看到你講到統一石這檔股票 是代表這邊的統一石可以買 我可沒有說這邊可以買統一石 針對整個統一石 我要跟投資朋友分享的 如果你是我們長期的88支應會中時觀眾 我相信您應該很清楚 當時在四月份節目開播的時候 剛好是在這邊 剛好是在整個統一石 這一波起漲點的時候 我們就幫投資者掌握到這一波 統一石的一個飆漲的行情 這一波整個統一石 從低檔18塊漲到28塊多 波段大漲了多少 將近七成左右 那為什麼大漲七成左右的過程當中 我現在不是叫你去買統一石 因為我剛才講的 絕對不是在忘記的時候去買它 我們要找接班人 我現在在跟投資者講的 就像辛勤剛剛跟投資者講 統一石的接班人在哪邊 統一石第二在哪邊 複製統一石波段大漲模式在哪邊 那你現在就先了解一下 為什麼當時的統一石會波段大漲 很簡單 我們在講買在冬天淡季 因為冬天淡季的時候 是整個飲料包才營收獲利最差的時候 通常營收獲利最差的時候 所伴隨的就是股價一定在怎麼樣 股底一定在一個比較低檔區的部分 那你如果在低檔區買它 賣在夏天的忘記 等到現在夏天 它的營收獲利開始上的時候 你會發覺股價一定領先反應 波段大漲上去 那如果叫做買在冬天淡季 賣在夏天忘記的這些中國收成股 接下來現在已經慢慢要進入一個秋天了 那有沒有什麼在整個秋 夏天是淡季 慢慢進入秋天 以後到冬天是屬於旺季的怎麼樣 中國收成股 我想這檔股票就是投資網 你一定要未來這段時間特別鎖定的 能夠像之前 統一石波段大漲七成的標的 就已經怎麼樣 複製欲出了 所以這檔複製統一石上半年飆漲模式的 統一石上半成年飆漲七成 你會發覺這個就像 這個也是在一個中長節底部區 就好像當時在十幾塊的打底的統一石一樣 那為什麼在這邊打底的過程上 均線 所有均線全部都糾結在這邊 對不對 而且所有均線都是走平凡雅的 融資現在怎麼樣 寫下整個歷史的波段新低 那你會發覺其實 我在打底的過程當中 融資寫下整個波段新低 請問這個籌碼面是流向誰的身上 絕對是不是一般融資的散戶手上 絕對是流到怎麼樣 公司派股東大法人的手上 對不對 全部都已經被人家用現股索馬的標的 那這檔標的呢 我想它最主要是怎麼樣 進入冬天的傳統旺季 它跟統一石剛好相反 這檔股票跟統一石剛好相反 統一石夏天是旺季 然後這檔股票是冬天是屬於旺季 好 那如果它屬於冬天是旺季 各位投資朋友 請問你要等到冬天的時候 你才去買這檔股票嗎 那我告訴你 不曉得到時候股價不曉得 已經漲到哪邊去等你了 對不對 一定是在現在整個夏天接近尾聲 即將進入秋天 慢慢進入冬天的時候 開始什麼逢低 做個進場卡位不決的動作 而且這檔股票才十幾塊而已 人人買得起 人人有供念 人人都可以在股票市場 賺到整個波段多少錢 上半年它的EPS已經高達0.1 等於其實這檔股票 目前股價在十幾塊 它的獲利都還比統一石好太多的情況之下 而目前股價只有什麼統一石的什麼六成上下附近 所以我認為這檔複製統一石飆漲模式的投資 這檔股票最近這幾天震盪的峰迴過程當中 請你好好把握一個盤中竊入的買頂 跟著我們腳步一起來操作這檔股票 我想這是針對整個中國收成股的一個部分 先跟投資網友做個分享的動作 好 中概股在今天比較強勢 只不過我們節目其實兩邊的觀眾都要顧到 也要照顧一下今天修正壓力比較重的 就是生計族群了 怎麼搞的呢 我想談到整個生計股這邊 或許你會發覺上禮拜全部的專家 最後我不跟你講嗎 最後每個焦點目光都在談生計股 所以我們在昨天 我們在上禮拜跟投資人講的 有點過熱 有點短線過熱 本來就會稍微做個震盪整理 但是今天整個生計股打下來的過程當 可能一些專家爆炸媒體值其他次 現在都不敢跟你提生計股的 那針對整個生計股這邊 為什麼今天會重挫原因 其實大家很清楚 因為在整個大家會覺得說 馬丸之爭會不會造成整個生計的怎麼樣 二類依材的怎麼樣 這一次的發展條例會不會卡在怎麼樣 立法院這邊本會局埋下一個變數 所以造成整個今天的生計股做個什麼 漲多的大幅的一個調節拉回 好 那談到整個生計股的部分 我要跟投資人講的 如果這個政治面它只會影響到短線 它不會改變整個中長期的趨勢的過程當中 你認為在短線集回 應該是找買點還是找賣點 那為什麼說它談的是一個整個生計股 它不是在走一個短線的一個消息面 而是一個中長期一個利多 我想我們在上禮拜跟你走訪分享過 如果整個國際的一個群食 那我告訴你 美國的納斯達生物科技指數 已經寫下整個歷史新高 這代表什麼意思 整個生計股它是屬於世界的潮流 是屬於長多 那如果整個世界潮流生計股 都是在走長多的 你認為它會因為台灣 因為這個馬王之爭的怎麼樣 政治的變數 政治的風暴 我們台灣的生計股逐次走空下去嗎 我覺得它是不會的 當然短線會有受到衝擊 所以談到整個生計股的部分 我想針對個股的部分 包含我們當時在第一檔 跟你推薦的致富列車 這檔4162志勤 不要每次底部不敢買 漲下去你才要在高檔追價 然後真正拉回收你又不敢做進場 那談到整個志勤的資本面這邊 我想它是一個信交概念股 詳細的基本面 我今天不浪費太多時間多講 因為過去一兩個禮拜 我們其實已經跟投資者談了很多了 好 那整個志勤這一波 我相信整個波段大漲 甚至到上禮拜為止 盤中一度價差已經高達94塊 對不對 這一波我們也講過 這一波志勤可以讓各個投資者 跟怎麼講不賺了100塊上下附近 也真的讓你實現了 也真的讓你看到了 好 那整個志勤 今天震盪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這一次的政治風暴的影響之下 其實在今天早盤9點多 我在跟3D財經台連線的時候我講過 有一些生技股拉回應該是要找買點 但是如果有些生技股 第一個上面的空間已經比較有限 而且這一波它可能回答的幅度會比較大的 或者怎麼樣 這一次的衝擊是在所謂的 二類的一財的相關個股 可能短期間我們在早上講的 有些生技股我會建議你做一個獲利調節動作 但是這邊的生技股有一些我認為拉回仍然可以買 那如果你不曉得你手上的 如果你有生技股的 不曉得你手上的股票是該買還是該賣 反正你待會都可以利用廣告節目過後的 節目過後的廣告時間 密切跟我們線上符合保持聯絡 那談到整個志勤這檔股票 今天雖然也是灌到疊停板 但是我的看法很簡單 請問各位投資朋友 不管馬王之爭怎麼爭 難道會影響到志勤的新藥的研發進度嗎 我相信不會嘛 不管二類的一財在整個立法院這邊 本會期能不能如預期通過 那請問各位投資朋友 會不會影響到志勤的新藥的研發過程 我相信其實講到這邊 各位投資朋友你知道你就聽得懂了嗎 都不會有影響嘛 竟然都不會有影響過程當中 如果當時你錯過第一檔買點投資朋友 我認為在未來這邊震盪短期間 拉回修正過程當中 請你把握 不曉得怎麼買的 或者不敢進場的 但是又想賺資勤 波段大錢投資朋友 你待會都可以 跟緊我們的腳步 密切跟我們線上符合保持聯絡 跟緊我們的腳步 那我認為說像阿密特邦特這檔股票 打波直接幫我帶下去 在整個波段大漲之後 今天早盤 我也建議各位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就可以做一個獲利調節動作 好那除了志勤之外 我認為有一些好的一些生技股 來導播幫我直接帶到下面 包含志勤第二 這種都還在中長期底部 第四季獲利都已經確定 優於上半年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像這種好的志勤第二 這種生技股 拉回你要好好把握買點 甚至包含在整個問頂天下 這種每一年不管你馬王之間 怎麼鬥爭鬥到 爭到哪邊去 我每一年都可以賺到 五塊錢的生技的機優生技股 我認為這些好的標的 反而應該是怎麼樣 震盪拉回早買點 甚至我們在跟投資者講的 金鋼狼這檔股票 最近這幾天 短線若有拉回震盪 也應該是早買點 所以最後我們的一點點時間 我一直跟投資者講的是 大過段行情其實已經悄悄展開了 雖然大盤指數 最近短線會稍做整理 好股票更是不會等人 我們的翻身致富的這個體驗營 機會請你好好把握 針對我們的翻身致富體驗營 有興趣的投資方 歡迎你 待會一定有節目過後的廣告時間 密切跟我們線上服務員保持能聯絡 謝謝 好謝謝信姐為我們帶來最及時的分析 那88基因會 明天同一時間 與您再會 拜拜